男人偷偷打开女士背包 从里面拿出同屋女人贴身收藏的平板 接着根据说明输入密码 不料却窥见一个足以掀翻英国政坛的政治机密 原来平板来自国安部长老登 上面详细记录了现任首相的全部黑料 资料显示他不但酗酒吸毒 甚至还侵犯多名未成年女孩 如果将这份文件公之于众 必然会引发英国政坛的全面洗牌 虽然对资料内容震惊不已 可朱利亚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出去 反而在一天夜里让巴德带他秘密出城 但私下面见首相的事还是很快传开 各方势力得知消息 一时之间都坐立难安 为朱利亚提供黑料的国安部长大发雷霆 认为他严重破坏了二人之间的合作协议 内政副部长老麦也紧急面见朱利亚的党边潜伏 准备在重新洗牌前采取必要措施 所有人都推测朱利亚与首相达成了某种协议 只是谁都不知道他们那晚的谈话内容 为了掌握监听情况 巴德被警听上司召回警局 但他只交代了有神秘访客移交平板 却对里面的秘密守口如瓶 这样他才能在保护家人的同时 又不至于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 与此同时 朱利亚为了推动由自己发起的调查权法案 在议会论坛日益活跃 这项法案为他赢得下议院的支持 成为竞争首相之位的有利筹码 然而因涉嫌窥探公民隐私 他的网络支持率却大幅下降 于是朱利亚决定前往大学演讲 以争取获得更多国民选票 只是民间的反对浪潮远超他的想象 前往大学的路上到处都是抗议的人群 巴德一路贴身保护 才让朱利亚免遭榴弹袭击 很快观众便陆续进场 安保队员也完成了安全检查 巴德进入休息室告知一切准备就绪 可这时朱利亚却不急着上台 反而解释起巴德先前的顾虑 之所以没有提前告知学校恐袭事件 是因为他也不确定线报是否属实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这也是当时支援部队能迅速赶到的原因 巴德虽然解开了心结却并没有说什么 但朱利亚紧接着又拉住他的手 突如其来的表白让巴德感动不已 他在心中按下决定 此生必将豁出性命护他周全 因此在接下来的演讲过程中 他更仔细地关注会场众人一举一动 突然发现门外有个可疑身影闪过 于是连忙出去排查威胁 这才看到朱利胡子哥慌慌张张地站在门口 原来他接到内政顾问罗布的电话 得知在朱利亚的演讲稿里有一个重大错误 他必须马上进去更换稿件 巴德对政客的文字游戏不感兴趣 但还是谨慎地要求对方打开手提箱 确认里面的确只有一打文件才放心 等他回到会场 助理胡子哥已经来到朱利亚身边 这时女安保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巴德也紧跟着冲了过去 他要看 reading 怎么所以跟着冲了 不这么改变 你航空抹飞 判参考虑 冲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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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